胆固醇是一种人体组织细胞的重要物质 参与了细胞膜的形成 通过代谢还能转化为对人体有利的胆质酸 类固醇激素等物质 其中它又分为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 通常来说高密度胆固醇可以保护心血管 而低密度胆固醇却可以增加关心病的风险 但在日常生活中 现代人的饮食过于精致化 很容易摄入过量的油脂 再加之生活压力大 身体活动少 以及其他不良习惯 最终也就容易受到低密度胆固醇的威胁 1.胆固醇过高的危害 1.会阻塞心脏动脉 从而导致血管变窄 使心脏不能获得充足的血液 增加心脏病的概率 并且如果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了 也可能导致中风 2.增加男性的前列腺癌的患病几率 以及造成肾脏类疾病 比如肾脏衰竭 3.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 也会导致一些牙齿问题的出现 比如说牙周病 牙齿间缝隙的扩大 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牙齿脱落 2.胆固醇过高会出现的症状 1.拳头握紧的时候 手部的关节如果拢起了黄色的硬结 那就可能是由家族性遗传引起的胆固醇堆积物 2.由于下眼瞼和人体皮肤存在过多胆固醇 从而导致眼瞼出现黄色的斑块 3.一般胆固醇过高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症状 只是会在原有疾病的症状上出现加重的表现 所以应该做定期的体检 3.胆固醇过高的预防 10种常见的降脂食物 控制食物中胆固醇的含量 可起降血质的作用 而最近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内的一篇文章 更指出用低胆固醇饮食法 一年最多可降低胆固醇29% 胆固醇降低 体内脂肪自然减少 减胖自然有望 拒绝荤食未必能降脂 10种降脂食物要常吃 部分食物可帮助降低身体 吸收过多的坏胆固醇 从而令体内的脂肪减少 亦可预防种种因胆固醇过高而引起的疾病 健康 1.茶 可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增强微血管壁的韧性 抑制动脉硬化 茶还含有大量食物纤维 而食物纤维不能被消化 停留在腹中的时间长了 就会有饱度的感觉 更重要是它还能燃烧脂肪 这作用的关键在于维生素B1 它能将脂肪充分燃烧 并转化为热能 2.葡萄 葡萄汁与葡萄酒都含有自利卤醇 是降低胆固醇的天然物质 动物实验也证明 能使胆固醇降低抑制血小板的机具 所以是高血脂症者最好的食品之一 3.苹果 含丰富的果胶 纤维素及维生素C 有非常好的降质作用 而且苹果可降低人体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 可令对心血管有益的高密度胆固醇水平升高 4.素米 素米含丰富的钙 0.锡和卵磷汁 维生素E等 均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硬帝癌人以素米为主食 所以几乎没有人患上高血脂或冠心病 5.坚果 杏仁 花生 核桃 腰果等都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胆固醇 还能维持动脉血管的健康和弹性 每天吃13克坚果的人 患上关心病的风险 比吃不到一克的人少4成 但要注意的是 坚果的热量偏高 一周可吃两次 每次吃8克就足够 6.燕麦 燕麦含丰富的水溶性纤维 可以阻止肠道吸收过多的胆固醇 改变血液中脂肪酸的浓度 降低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 每日摄取水溶性纤维5到10克 就可以令坏胆固醇的吸收率降低5% 7.橙汁 橙汁所含的植物脑醇是一种和胆固醇结构类似的化学物质 可以和胆固醇在肠道里竞争吸收通道 进而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每天摄取植物脑醇2到3克 可降低6%到15%的坏胆固醇 而不会影响好的胆固醇 8.红萝卜 含果胶酸钙 它能与胆汁酸结合从大便中排出 而身体要产生胆汁酸就必须动用血液中的胆固醇 从而促使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降低 9.黄豆 黄豆的饱和脂肪量低 不含胆固醇 却有丰富的蛋白质 最适合用来取代动物蛋白 可降低血液中的总胆固醇 坏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其所含的大豆液黄酮汉纤维 亦能降低胆固醇 10.深海鱼 深海鱼含丰富的Omega-3脂肪酸 可以通过影响血脂 降低三酸甘油脂的浓度 减缓血液的凝结速度 并能保护心血管 减少关心病的并发 值得一吃的深海鱼 薄瓜三文鱼 吞拿鱼 秋刀鱼 鸡鰻鱼 最好一星期吃两次 而且鱼肉不但蛋白质丰富 脂肪含量亦不算高 总之为了健康这想 清淡的饮食是必须的 搭配适当的运动 更可以严宁益寿